大家好,我是Stan 推尼文希儿在舞台表演的时候 发生了观众乱闯入舞台的事件 而引起了粉丝们的愤怒 9月29号 希儿在航母中央大学庆典舞台表演的时候 一位男性观众突然闯入舞台 抱希儿 而希儿非常惊艳地抱住他 并且将麦克风朝着他 非常自然单定地对应了 但是之后这位男性也并没有马上下台 在希儿的后面继续在喊 最后是由现场的工作人员给带下去了 而这位男性在下舞台的时候大声喊 对不起乱闯入了 我爱你 而希儿也是挥手道谢了 这个影片在论坛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幸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但是这真的是可能会出事的情况吧 如果他不是粉丝 而是一个疯子拿着刀的话 会发生多么恐怖的事情呢 警卫组到底在做什么 希儿没有慌张的对应 真的是太惊艳了 希儿真的太善良太惊艳了 对这样乱闯入的人 也是笑着接受他的肢体接触 真的是 18为什么要拥抱呢 太恶心了 然后希儿太坚强太惊艳了 换做我的话 会吓得大喊后给他一拳的 想象了一下 如果真的有个时候给乱闯入的人一拳的话 应该会在各国论坛很受欢迎吧 不管怎么样 能看到在舞台上的希儿 真的很高兴 最近从小系带卡的都回来了 所以推您问 下个消息是 前几天被地社爆料与神秘富豪恋爱的演员彭明尿 昨天9月29号 彭明娘的所属公司官方声明 彭明娘目前与绯闻对象已分手了 然后彭明娘没有接受过任何绯闻对象的金钱支援 并表示目前担任绯闻男友实际控管的公司 社外理事的亲姐姐也向公司传达了辞职的事情 也就是说 完全切割了与这位的关系 是在演戏吗 姐姐的事情跟分手只花了一天的时间 能力真好 比起别的 毁掉了浪漫爱情形象的部分比较严重吧 跟那位大肚子大叔 好像是快要结婚的交往还同居 如果还演浪漫爱情剧的话 根本不能让人沉弱 用一天的时间分手又怎么了 如果两天四天一个礼拜后分手的话 你们应该也会说 为什么要考虑这么久吧 这么快分手的话 不是对应的很好吗 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彭明娘 而是那个男人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染发而上热搜的女爱豆 这位女爱豆就是 浪漫爱的舒华 9月29号 浪漫爱的公开了新专辑的预告照片 在照片中可以看到 五位成员们染头发的样子 其中舒华的金发 金白发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甚至舒华金发 也登上了推特的流行趋势 一位女爱豆染了头发就上热搜 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理由是因为 舒华从初到开始 大部分都是以黑发活动 只有在同地那里的时候染过头发 但是当时他也说过那是最后一次 如果让自己选择染发跟短发的话 他会选择短发 甚至也说过这句话 金发太香配了 很好奇有多少人吃了叶舒华的拳头 第一次看到舒华这么破格的发型 真的太香配了 好漂亮 看照片头皮部分的话 很像是假发 希望是真染发 假发 染发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给大家说明一下 银扇只有这一个裙子 这也只是在家穿而已 可能女仆兔子 我的裙子比阴上还要多 哈哈 我个人都会看到 我看你这一切都不错 最后一口的 我看你这一口的 我看你这一口的 都很像是很激烈的 你这一口的 我看你这一口的 我看你这一口的 都不错了